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彥誠 繼續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現在北韓 朝鮮剛剛在國慶慶典過了 國慶慶典很特別的地方 並沒有擺出一種很軍事性的做法 不是表演的軍事 多了很多鮮花和人民參與遊行 而各國的記者去到 最重要發現 在這些閱兵和展示武器 不見了洲際導彈 所以大家發現 北韓開始擺出 氣核的方向 是繼續的 然後呢 那些 標語 裡面這樣說 用軍事力量去確保和平用 而呢 以前 不斷展示那些很厲害的武器 但今次 有個很重大的轉變 不是著重軍事 那些大遊行 多了很多鮮花 等等 那 今次呢 特別邀請150名外國記者來參加 以前沒試過 有這麼龐大的記者傳 那 那 中時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會面 那 北韓邀請的呢 去那個 那個 核子的試驗場 放棄的儀式 那些記者都只不過呢 是五個國家 所以 今次呢 今年呢 這個 北韓 即朝鮮呢 他所表現的形勢 不是再一個軍事對壘了 而是一個和平的形勢 那 記者增加 周制導彈消失 那 有一個強烈的信號 就是說呢 他是搞經濟建設了 所以 金正恩呢 一方面呢 就和隔壁的代表 習近平的律戰書呢 握住他的手 舉起手 握住他的手 舉起 表示友好 那 而且呢 在說話裏面呢 就是說了很多 就是要 以這個北韓 即朝鮮的經濟建設 來作為 和南韓 和平統一的中心 那 似乎一系列的表現 金正恩呢 是重視經濟發展 不是再重視軍事對抗 那看來呢 金正恩的確有個方向 是想 北韓的發展 會成為一個對 南韓 和世界的一個信息 就是呢 和平發展呢 會帶來更好的未來 那 就 而且呢 跟著都很重視 和中國關係 因為他知道呢 要搞經濟呢 都不能單靠美國 美國經濟來 就會控制你的 如果和中國呢 和中國式的改革 和中國的 和中國資金來幫助 和北韓發展呢 可能呢 這種的 外國控制的特色呢 就會減少 所以呢 他都經過考慮 和中國呢 回復更好的關係 而且現在又走到俄羅斯 又再建立其他 的 友好方式呢 那就不是完全跟著美國 然後呢 才見特朗普 那麼特朗普又開始 想見他 因為 金正恩識玩 和其他幾個大國老友 那時候 美國如果擺太惡呢 可能失去呢 很多呢 未來呢 對北韓的 控制的關係